陆泽珍 你给过我幸福 也给过我绝望 是你让我的人生 从童话变成了笑话 而你的噩梦要开始 老婆不必幸福 陆泽珍我要跟你离婚 许诺 一年前你背叛了我以后 一声不吭地就跑出国 我都还没有跟你追究 现在一回来 你就跟我说要离婚 怎么 想分我一半财产 再去多养几个网络吗 没男人连受啊 都这么久了 你还这么蠢 你到现在还觉得 我会没出国是吗 行 既然你都这么认定了 那我们离婚啊 放彼此自由 我就不啊 我不仅不离婚 我还要生生世世囚禁你 让你尝一尝被玩弄的 宝贝好吃吗 怎么样 这就是我的新女友 我们公司都当红薯波 名气比你当年还大 现在这么看来 婚内出轨的人是你吧 既然你这么肯定我出轨了 那我们离婚呢 我就不 我这样的爱你 爱你爱到你婚内出轨我都不记得 我怎么说你 你到底要干嘛 你别着急啊 放 欢迎大家来参加我妻子许诺的回国派对啊 今天呢 是我妻子出股一周年的纪念日 从明天开始呢 许诺依旧是我的 希望大家恭喜现场 我和我妻子的敬礼 好好玩啊 好 这82年的拉菲啊 我宝贝天天带我喝 毕竟红酒 美容养夫 呦 曲小姐 你这英国留学一年 这皮肤差的 怎么跟去了非洲一样啊 我病啊 那红酒骨多慢呀 你得把它拍脸上 然后再扑服 路德之间的所有婚内财产都有我的块 包括你手里的这些红索 这一半我就赏你了 让你好好心情 死了 撤 你跳 怎么动了你的小亲人你心疼了 你现在真想托付 是啊 我这种扑付屋里取闹怪了离婚呢 离婚要不是太远了 一年前你背叛过我以后 我的口味就变非常重 破烂的了 让我更清楚 那 口味真的这么重 那我再玩你 你应该也不会介意吧 你要干嘛 路德珍 你的小处理心 那还是这么可好点 你干嘛 笑笑笑笑笑 路德珍 你下次要找你有麻烦你找个像点的 这也太假了吧 石头 你也别得意 他又能上不了台面 你比他也强不到你去 我上不了台面 好啊 那从明天开始我就接着背叛你的同事你的同学你的同乡 我玩得你人尽皆知 让大家评评理 我到底上得了 有时候离婚了 有时候离婚了 不动产权 别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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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寓 十六套 许诺女士分九套公寓 路德珍先生分一套别墅 及七套公寓 等一下 平准他就我爸 一栋别墅等于多少套公寓了 你连这都要跟我振 不然咱俩换呗 算了就成 继续 双方名下公司股权 持股对半 有路先生 等一下 公司里他的千万粉丝账号怎么算 你都说了那是我的账号了 你还想怎么算 那可不行 当年我费了多大的功夫 才把账号从你的出轨门事件里面 起死回生的拉回来 你现在一回来想要就要 那我不要了 行了吧 下一条 双方共有现金储蓄 等一下 你怎么那么多问题 他怎么办 这 小八十四年前我领养的 当然贵我 凭什么 当年一走了之的时候 怎么就没想着把他也带走啊 当年我那时没办法 我都养了这么久了 你想要就要 你闹着 接盘侠 你到底想干嘛 不公平 白年小八的事情不解决 这一婚 我就不为人 你不为人 你不为人 对 小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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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妈咋怎么真情话 小八 我妈咋真情话 陆总 您看微博热搜了吗 许洛姐出轨公司网红陈辰了 昨天发行手机了 如果把这事业下去 我会花多少钱 你为什么解开陈辰 你知道你这样给公司带来多少算是吗 你不是怀疑我出轨吗 我要是不简约陈辰 怎么脾气公司的流言蜚语 我还怎么会去上班 你要是没出轨的话你怕什么 你信心什么 陆索珍 你还是不相信我 你是铁公鸡吗 为了钱背叛你你都不跟我离婚 你是铁公鸡吗 为了钱背叛你你都不跟我离婚 我怎么就是铁公鸡了 我当初给你买包买桶的时候我眨过眼 那你同意和我离婚啊 我就我 你是猪吗 怎么跟你讲什么都讲不通啊 你才是猪啊 你出鬼这件事 我花了多少钱再压下去了 你不动脑就跟你谈着脑约 你是嫌我事少还嫌我钱多呀 因为你一族了战的牛嘛 你这是猪狗不罗 我 我好疯啊 我就是鸡 我就是猪 我就是搞 就算这样 你也是 偷偷嚄了 我就是 就是 你我们想照顾 我认识 你还是 Mizu 你手就像我一样 我ẫn 你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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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是看的没错的话 你现在好像是过街老鼠 不离婚是吧 反正这房子有我的一半 那一起住吧 夜干嘛 既然房子有我的房 那你也有 不如 你皱晴复燃吧 徐勒你疯了 陪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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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伙似还没离婚吗 没离婚吗 各位 我跟我老公呢要开一个账号 全网不定期直播我们的同居生活 名字就叫出轨夫妻要同居 啊 怎么 总不会要让我们在床上直播你们看 嗯 老公 既然大家这么喜欢看 老公 我们试试 你干嘛 你干嘛 你要干嘛 这是 你问我干嘛 你刚才干嘛 你现在要么跟我离婚 要么我就公开背叛你 不用怕干嘛 我自己的 徐勒 我认试 大家别误会啊 我就是单纯的喜欢绿色 陆总 你这么宠爱徐洛 难道是因为让你回头进不换吗 其实呀 这一年里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 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感情 最近 我明白了 感情呢 最重要的是当灵魂的 而不是束缚彼此的肉体 最重要的是呀 不管他爱过谁 我们呀 都是一家人 快去下机具 哦 对对对 请大家继续关注 我们出轨夫妇 老婆 感谢您与本公司合作 我们立真绝不会让你失望的 合作愉快 再见 则正哥 这什么情况 随便的 则正哥 作为公司的合伙人 我有必要提醒一下 这样下去 会对公司的影响很大 而且 作为乐乐的朋友 你怕 别费给我炒热毒 这不是更好吗 那他回来 会影响你工作吗 不会 你放心吧 律总好 哎等一下 你刚说什么 不是陆总 隔壁新开了一家公司 是许多投资的 兄弟你别瞒了什么 下楼一趟吧 我亲爱的老公 老公这儿许多搞什么鬼 我搞什么鬼 当然是 带你见见你救情敌啊 你怎么会毁坏人家人设的 对不起啊 老公 带你走 我现在的人设就是 土皇帝 我无所谓 但许多你现在的人设 应该是 让你回头 不会除了 哈喽小伙伴们 欢迎收看我的第一次直播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就是我的出门老婆史洛 和她的出门男友 你看我们两个人 可能是千万几个老婆 小伙伴们 我今天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要给大家宣布 陈辰已经正式加入了 我们绿帽集团 以后会经常在直播间 和大家见面 记得来看我们哟 我们力争集团 一定会见证绿帽集团 倒闭的这天 你们完美男人路责 这还有许多不为认知的事情 要想知道 记得来看我们直播 是我的出门齐集团 现在签约我和陈辰 这时候当年出门的石垂 我想要石垂我给你啊 尝尝 祖父 你别太过分了 这就受不了了 还有你的同事同乡同学呢 嗯 用手术的好啊离婚 尝尝走 等很久了吧 恭喜啊 许总 公司刚成立就上头家了 霍老师教得好 你都没看见 那陆则真被我气成什么样了 露露 嗯 那个晨晨那么贵 有不要钱吗 光姐现在公司资金 资金的事情我有计划 我会尽快离婚 然后就有钱会进公司 当年的事情 肯定不是巧合 我只有留在他身边才能查清楚 姐 来来喝 你喝点吧 你还在在意那件事情吗 霍晴 我觉得 有些事情不能就这么不明不白的结束 是你让我重申的 你放心 我心里有数 别这么说 你本来就应该 大伤死吧 好 那 预祝我复仇顺利 你放心 我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 你怎么在这儿啊 老婆 你怎么在这儿啊 老婆 还没回家 嗯 你这三个呢 你真是欲求人吗 我就是一天见十个 别跟你没关系 你就是一天见一百个 你还是我累的 不要 霍晴是吧 一年前就是你把我老婆管吃活的 路总 露露是个朋友 当年他陷入出口门的时候 最喜欢的就是信任 我当然会朋友 那霍总真是大度呀 可一女多福 我可比较 你什么意思 自明意思 你再说一遍 露露 别跟这种人一本 这种人 哪种 物与类居人以群分 我是哪种人 许露就是哪种人 陆总真 你要不会说话你就把嘴过闭上 我们吃我们的 别理藏着 一完没完 不是你说的出轨不叫不俊吗 回家 路总 请你反正证明 我们的事 应该轮不到 拿捏我 你以为我还是一年前了 我现在就得知识识 同学做 好呀 但我在什么人等你 好呀 我 你真要去 不然怎么离婚啊 可是 我担心你 你放心 我已经不是以前的有我了 这次去呢 同知是假 林峰峰寒长 哇亲爱的 你家好漂亮呀 老公 你带别的女人回家啦 什么别的女人 这可是我的新女友 纯粹 姐姐好 我叫纯粹 纯粹妹妹来了 来来来来 到这边坐啊 想吃什么给姐姐说 姐姐给你拿 妈 泽真回来了 儿子回来了 妈 你怎么来了 儿媳婦回家啦 我当然要来啦 我多久没有尝过 我儿媳婦的手艺啦 这什么呀 妈呢 怎么 妈 不欢迎呀 一起吃顿饭都不行吗 这也是我妈 你别忘了 这都是我们夫妻共同财产 也有我的一方 包括你妈 那要什么呀 又回他们吃 好啊 儿子 给媳婦回饭也不丢人 我今天特意买了鱼 这水煮鱼啊 就骆骆做的我最喜欢吃 哎呦妈 你跟这虾唱做什么呀 你会做水煮鱼 我 我不会没感谢水煮鱼可简单了 我两分钟教会你 毕竟我以前是全职努 你进去 跟他一起做 这鱼啊 好不好吃无所谓 一定得好看 要在这头上加点香菜呢 这样才好看 哇姐姐你好会啊 等以后结婚了 我也要给露哥哥下厨 不用等以后 我现在就教你 老公 我记得你最爱吃鱼头了 哎 这做鱼头啊 好不好吃无所谓 一定要在上面呀 多放点姜菜 这样呢才好看 嗯 说这 就你这样好像合作演员 肯定两集都活不下去 这鱼我第一次做 我也做出来了 你还说我 是啊 我觉得这鱼做的挺好的 主要它够腻 啊 许诺 你看我 亲爱的 我不是这意思 许诺你够了 怎么了受不了了 受不了离婚呢 别吵了 哎我看了 这鱼颜算多了 啊 年 你不觉得你闲得慌吗 你没事管别人家的事干嘛 哎呀我 你你你什么你呀送客 亲爱的 你妈说谁妈呢 这家我不打也罢 这本来也不是你家 你能不能摆起我自己位置 好 我走 陆泽震 你跟我说要谈恋爱的 你怕不是拿我当其他的工作人吧 你当我是猴还是女朋友啊 你只要你 哈哈哈哈 旁边里没什么 真的就对了吗 来吃饭吃饭 妈你尝尝这个 你也要放你干嘛 哦 欢迎来到M出口咕咕的直播间 今天是我们正式同学的第一天哦 哇谢谢宝宜大敦火箭 我爱你 哈哈哈 谢谢宝宜大敦火箭 哇 既然 你不见他不是有家人 你家人不肯家人啊 啊好吧 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但是晚上 你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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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宝宜大敦火箭的小星星啊 等你现在真的很 对 对 老公 你说我们现在这么爱的话 你要不要给大家表演一个节目呀 哎呀老公 怎么办 你真笨啊 哈哈哈 哪一样 啊 你啊 你今天我要你送我明星 我是五季赛 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不要 我的话你打不下来 我出去 但是我 亲眼 你大老公 不是 别人啊 你干嘛 配合你直播同居熊 变态 太久没同居 都忘了怎么生活 别怕啊 好 露露 怎么回国了 也不道购一声 要不是公司 开在我们对门 我还不知道你回来呢 我当初走的时候 你也没来送我 这回来 哪好意思让你 当初晨晨单飞 你也不足了之 这公司 一下损失了两个大网绒 差点倒地 哪里也过得上送你 有你这个合伙人在 公司不也活了吗 而且你现在变成一个千万大主播 一张完美的估值 可比一年前高多了 你真的和泽正哥同居了 对 看来他原谅你了 那为何不回立正上班 还要在隔壁开个同样的公司 当年的事情没搞清楚之前 我回去干嘛 再说了 那个公司有我的好闺蜜 跟我老公在 不够了 当年要不是我先离开聚会 可能也不会出现那样的新闻 真对不起你啊 不过你们复合了也好 这婚我还是要离的 抱歉的话就免了吧 那离婚的话还是别通知了 毕竟我们这个行业嘛 我担心对你影响不好 这就不劳你费心了吧 我倒不是担心你 我是怕以后 我会和泽正哥一起 你尴尬 什么 你俩搞一起去了 对不起啊 洛洛 你走的这一年 我和泽正哥相互扶持 说真的 我是真的爱她 不要 作为闺蜜 你走了 我才喜欢她 怎么 这件事就对你这么刺 作为闺蜜 我俩还没离婚呢 你就趁虚而入 你就这么心爱立得了 嗯 扶 不 快 你 不 我 你 你 啊 要幹嘛 你別過來 我別過來 你別過來啊 你別過來啊 你沒事吧 你叫我没事吧 我没事 这门合同才留着 我当然得留着了 这样我看到他就会想起 我老公是个适才如命的手才奴 上来吧 我帮你回家 我才不要 可以走 你干嘛 你受伤了 快 你一个人就是这么小狂的 还不回小狂 真子安你还留着 我来 你没事干嘛 这么大的东西干嘛 还不你睡觉要是我老抱着我 我动都不敢 你这么大方呢 让自己老婆抱着大白睡 那行 你以后出去睡 爱子 那都不行 以后 以后大 我帮你 有些人做错了事 真在又没有 留着就留着吧 你恨我吗 我不恨你 我恨我恨的大概是 何不来也分不开了 对不起 我恨我恨我 他怎么没有你说是吧 你没事吧 我没事我就脚扭了一下 你走吧 他能不能弄你没关系 不用我关系 从头到尾 你除了让他受伤你还会什么 你 我算吗我 你让你滚 陆总 这是我家的房子 要关于什么 哎你松开你干嘛 这又是你口口声声说的自己家 有完没完 你现在跟我回家 我给你动手 凭什么啊 凭你没表情人力下 凭你想要的我动手 凭你 凭你什么老婆 你不会打开我啊 你为什么去打开我啊 啊 你真是 什么噗 哎 啊 你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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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公 你说 说我们不会破产吧 要是破产的话 你就去担保护 我去送来卖吧 我才不要动工 哎呀 那你想做什么 嗯 我想 哎呸呸呸 你是绝对不会破产的 想起你 你就这么想起我 当然了 不管你说什么 我都会义无反顾的相信 小姑娘 眼光不错 那你呢 你会义无反顾的相信我吗 不许变我 我不许 你来这儿 来 哎 试了 好 许老 明天去明镇去离婚吧 好啊 离婚需要三十天冷静期 希望你到时候别后悔 记得来领明证证 你现在满意了吧 泽真 当年的事情算我对不起你 但是我没有出轨 我是被陷了 出不出轨现在有什么重要的问题 我就是觉得一个人为了离婚 可以不顾过去所有的感觉 也没什么值得好留恋的 你别用这种口吻跟我说话 我最讨厌你这副高高在上的样子了 都多大了玩什么霸总游戏呢 笑话 霸总游戏我会没有过 我情会花钱送你出国留学 玩仰晨曦游戏 把你打造成现在就是咄咄逼人嘴 我现在什么样子了啊 哦 我知道了 我不是一年前的我了 不受你控制了你怕了是吗 霍卿作为我最好的朋友 都比你这个老公让我有安全感 好朋友 别回头我刚跟你离离婚证 你就跟霍卿离结婚证 这句话应该我说才对吧 比我们刚拿了离婚证 你就和沈若琴结了 我跟若琴是纯友 不要把所有人都想到你一样磨叉 纯友 我跟霍卿才算是纯友 你们算什么呀 算是我的闺蜜亲自骗了我 你不去当编剧成是可惜了呀 行我如死人 到时候我肯定你会进去 路泽诚 泽诚哥眼睛可歪了 没事 你帮我转一下 好好工作 明天周末 我喝酒见过去 喝酒多没意思呀 我可是谦卑不醉 怎么 怕喝不够我 这都周末 应该去我家 做礼拜做的事 这边电梯也到了 那霍卿 你先回去吧 我还有一些伤 多久风的意思 我可是现在不醉 父母 我不想了我喝不饿了 我先走了 哎 姐 你怎么来了 是不是又要帮你演戏啊 别废话 我问你当时的事情是不是沈洛西让你陷害 你在说什么呀 姐 怎么听不懂 别给我装傻 我装什么呀 你认识我这么多年 我陷害过谁呀 哎 晨晨 现在 是不是有几个富婆挺喜欢你 如果他们知道 你在外面跟你的兄弟说 他们又老又丑又好骗 你猜他们会怎么想 这些语音可都在我手机里呢 陈洛 你设计我 不然你以为我签你干吗 你以为当年的事情我就这么忘了 如果没有这些能让你跌入深渊的证据 你会跟我说出真心 所以说你签我 不是为了帮我翻红吗 就你 还想红呢 就凭你的这些口碑和流量 我签你这么久 你以为我在做慈善吗 你不说是吧 好 我现在就看直播报官 哎 姐 哎 我说啊 嗯 一年前的局是若曦姐骗我的 一年前的局是若曦姐骗我的 那天是她换了你的酒 安排的那些媒体拍的那些东西也是她 那天我也喝多了 就先回去了 当时她是公司的合伙人 我听了她的话 从她你的流量 不过那天除了拍照 我真的什么都没有做 罗罗 要不 你会怎么怎么样 这样的认识你不清 但是你们要相信我 徐洛是清白的 我当时知道做完事情 她会怂恿你解约我 我打死也不会做的 真的姐 儿子回来了 许诺怎么又帮你走了 闹什么病了 阿姨 今天特地来拜访您 洛西这么客气干嘛 阿姨 那个 泽诚和许诺离婚后 我会和他订婚的 先生 他说的是中文 阿姨 我先把礼品放出房去 不许识不是你的恒伙人吗 你不会和我们老一杯呀 我家就连资一套吧 爸 你说什么呢 是许诺珍对不起我吧 他现在跟那个 火情大的伙伴 他点儿那么喜欢他 那就离婚了 我真的 阿姨 确实不能怪泽证哥 那个洛洛确实是太过分了 你看 他回国之后 不是一直在闹离婚吗 慕泽真 我们不能离婚 许诺 因为你是好地方 跟那招领戏干 一会儿离婚 洛洛 作为姐妹 我真的觉得你这次太任性了 你应该成熟点了呀 许诺 姐妹 我没你这样的姐妹 洛洛 你为什么这样对我 你别装了 你步步为移 先是设计我出轨 然后又使我解约陈陈 逼我出国后 有跟泽真玩这种东上再起的戏码 你这么做不就是为了和他结婚吗 你不会让我做车 我没有 年前的局是若曦姐骗了我的 那天是他换了你的酒 安排的那些媒体拍的那些东西也是他 可是他是公司的合伙人 我信了他的话 就是想撑撑你的流量 不过那天出了拍照 我真的什么都没有做 我不管你们可能是不认识 他是从 这录音是真实假 谁能知道 和尘 你为什么就不能相信我一次呢 信不信重要吗 同时之中你珍惜过我 你把我当什么 当一个玩偶吗 你想离就离想喝就喝 左右我的婚姻是你的心情爱好吗 凭什么 我没有 莫罗 当初就是因为你的出轨门和解约公布 公司损失惨重 是我从家里拿钱来救公司 自己又跑去直播 要不公司早就完了 还有 我比你早认识泽珍 如果我喜欢他 你们还能结婚吗 因为是你跑出国 把烂餐丢给我 我一路陪伴泽珍 才有今天订婚的事 我都没有怪你 你凭什么指责我 你把你的无耻说的这么尽高 是你们离婚之后我们才订婚的 我从头到尾都没有当过第三者 你凭什么怪我 好好的一个周末 搞得鸡飞狗跳的 饭都吃不下 过去 我心疼不疼 你没事吧 我快不行 许诺 既然你都知道了 但我就明强了 妈 你没事吧 我感觉我快不行了 妈 别了 在这 洛洛 我感觉我们又有几年活头了 妈 我有个 事情要交代 你俩给我来吧 我们路家人事在兇旺 全靠这个传家宝了 我已经该传给你了 我给你拿 她拿去了 哦 想起来了想起来了 你们等等 我去拿 哎 你们俩 妈 开开门别闹 把你整个拿点 身边就剩下 对了 那些神被抓进来 我可没放弃 哎妈 妈 你快把门打开 别胡闹了 让开 找呗 反正有你的一半 啊 那啥 你在啥 你干嘛呀 怪怪你那边 你干嘛呀 我怕他上背里 不知道你会不会中困对我做点 你干嘛 我二十十 哈哈你死了 快去 这酒量跟一鸣千亿模一样 一点劲 破完啊 我又有了 陸泽诚 你骗我的已经这么多的了 我骗你没说我买酒吧 哇 看门吧好吧 哇 你对着窗外大喊三遍 我陆泽诚是大傻子 我去吃饭喝吧 我去吃饭喝吧 呦呦 我陆泽诚是大傻子 傻子 现在至少看爱的 我 许沃是大笨蛋 他都這麼對我了 這樣還會想 我不許你都對著 我在這 老婆 我去看門了 老婆 我要想你 你幫我 我每天都在想 我比你想我更更更更更想你 我不是要我 你也要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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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小鹿 什麼時候起來的 來坐 媽 許諾 老婆 走了快吃飯 那昨晚我吧 一年前的局 是若曦姐騙我的 幫我調查一下王虹城城 小鹿 小鹿 我知道賊人跟你受了不少委屈 我替賊人跟你道歉 可是這種的就是嘴巴要搶 這些年來 她身邊那麼多女網紅 從來就沒有見她正眼看過誰一眼 你就再給她一次機會吧 媽 這些年齡一直很照顧我 我很感激你 可是 我跟澤珍真的沒可能了 可是 昨天晚上 媽 那 那就是個錯誤 喂 朗朗好消息 我把力爭完美最大的寧框客戶 彈下 霍琴 其實 廣告跟大伙一無短 路澤正這一次 絕對沒有機會翻身了 你的手也終於決定 霍琴 這個計劃取消吧 取消 我 你 一年前的事情我已經弄清楚了 全是沈若曦在搞的鬼 我跟路澤正都在彼此的誤會中度過了這一年 是 你剛剛那話你的當局是怎麼對你的 我想通了 就算我真的復仇了拿到錢了又能怎麼樣 我們再也活不到過去 這個復仇計劃 從剛開始或許就是錯了 我不想再讓這個錯誤繼續下去 我們不管是誰 都值得擁有更好的人生 不是嗎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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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总 你想干嘛路总 犯了我 黄真诚 当年的事情 我不是没查 我只是给你个机会 让你自己说 说什么 我什么都没做啊路总 你如果不想我懂真格呢 最好说实话 当初你跟许诺 是不是有事 说过很多次了 这真的没有发生过什么 我对天发誓 如果我碰过许诺姐 我生不出孩子 就生不出 我听录音说 是沈若曦之事里的 连警方都找不出证据 你凭什么无限沈若曦 说 记者是不是 你找的 真没有 我怎么可能找记者呀 你说 这里没人没监控呢 你要是在这儿 喝着 痛 把你们给帮帮了 你的那些富婆粉丝 还会喜欢 你就是变态吗 这么喜欢 这么 拿出沈若曦 指使你的证据 我就放过 我真没有证据呀 你打死我也没有啊 我想起来了 那天我问他 说陆总 你半路回来的话 岂不是会杀了我 他说你不会回来 更不会接到任何求救电话 因为你出差的时候 我还去纽约 去见你们的高中同学 叫 叫许胖 说那天晚上 你就在飞机上 我们不知道你去纽约 都以为你出差去拍摄 这个行动只有你们的同学才知道 这是我跟许罗没说 还想给他个惊喜 你真的跟许罗没有一团 我们什么都没有 再说了 我对洛姐那样的 没兴趣 哎 陆总 你放开我呀陆总 许罗 一年前的事情 我已经调查清楚 当年是我无悔的 无所谓了 反正等离婚冷静期过了之后 我们也就没关系 至于当年的事情是谁的错 没那么重要 既然合不来 还是分开比较好对吧 好 我先 陆总 我先 第一次 我先 我先 你 孙子 我先 我先 你 我先 用 我先 我先 要 謝謝 火箭 感謝陸 責珍 樓遠點 還不聽到無堂區議 我 陸責珍你是狗嗎走到哪跟到哪 哎學了 我就是狗 哎 老闆 寫著 一起一百五十九 好 陸慈堅你是鬼嗎你 靈魂不散了哎 謝謝 落了 聽我說 我知道 我現在說什麼你都聽不進去 但你能不能夠一個彌補的機會 你現在消失在我面前就是對我最好的彌補 哎 小春珍 放開 你說我尊重你了 對 你回應了 你回應了 是你等一下嗎 太好了 我要當爸爸了 我以後一定是個好爸爸 你別自作多情了 什麼意思 我知道 你現在還在生我的氣 所以故意騙我對不對 我相信你是愛我的 所以孩子只能是我 你現在只要相信我 啊 為什麼每一次你的直覺都會完美的錯過正確答案 胡錦 你走 誰後呢 你把許羅東出國 就是未來人家懷孕嗎 你鬧高了沒有 我最後再問你 孩子到底是我的還是他 我自己不是你 你們兩個我等了 我放在你們後 洛洛 你真的不幹什麼 陸總 我們最近已經在暗中 讓狗仔挖綠帽傳媒主播的黑料了 關於他們的直播數據和運營成本都有了 接下來 陸澤貞 我沒想到你這麼卑鄙 網上那些惡意抹黑的熱搜是你弄的吧 再來好歹算是同行 你這上帝一千自損八百有意思嗎 沒錯 徐洛 霍卿有什麼好看 不還是被我輕輕鬆鬆就打枉了嗎 你應該心裡想清楚 什麼樣的男人才是你對選擇 真是公報私仇 沒錯 但這一切都是你們咎由自取 這是你給我們公司博主的轉賬記錄 你說 如果我把他弄到網上 說你惡意競爭 對前妻趕盡殺絕 你猜你的人設還保不住嗎 還有公司員也跟你合作 那你就去弄 反正咱俩離婚已經現了 你現在搞我 財產擁有機會 你們兩個怎麼吵起來了 大家畢竟是同行 曾經也是一家人 有些事啊 別做那麼絕 都冷靜了 你這話說得好 現在想 你們當初搞我的時候怎麼弄得那麼絕呢 你說什麼呢 我什麼都懂啊 真是一群 連做事分隔都中間 為何真 再警告你 再敢做你事 真是 泽真哥 跟他生氣不值得 別理他了 值不值得 我比你心理心痛 如果你以後 還想等我合夥人的話 他的事情 你稍管 我最近選擇了一個新的辦公室 我們搬家吧 程天安在他對門 看著他 只要你不敬我同意就辦公室 你怎麼了 你都疼我了 是不是許樂和你說什麼了 你千萬別中了他的計謀 別裝 你敢說一年前的事情 你什麼都不知道 是我 所有的事情都是我做的 你怎麼現在才知道呀 直到我對你做了這麼多 是不是很難 什麼錢 你瘋了 什麼錢 你瘋了 我瘋了 我愛你愛瘋了 陸泽真 我從高中開始我就行 和你考同一個大學 我陪你創業 我甚至拿家裡的資金和資源 來一次一次救公司 可是你呢 愛上了我的閨蜜 泽真哥 你想考哪個大學啊 你選擇生意這麼好的 這 我還沒想啊 哎許樂 嗯 你為什麼看見大學 我曾經 也想真心的祝福你 那我們用最真摯的祝福 都在 不責任 勇裕 我們也一起走過婚姻殿堂 可是 可是我是伴娘 若寫 聽我說 我一直拿一當家人 這和愛情不同 你看不見我的愛嗎 我到底哪裡比不過許樂 他能幫你工作嗎 他家裡有淹石嗎 他能給的我什麼不能給你啊 憑什麼 憑什麼他是新娘我是伴娘 憑什麼我不能嫁給你啊 陸哥這 就因為你的自私啊 你只要毀了許樂 毀了我 毀了我們三個的友誼 和這個公司吧 我 不是我啊 是你們是你 如果你當初選擇我的話 我們三個 是可以很幸福的 沒事的 哲晨 你不是要和我訂婚嗎 這樣 我們三個 就可以回到原本的位置了 壞了你 來不及了 你最近只忙著追許樂 我從來不問公司 你知道公司發生了什麼嗎 如果你不和我結婚 你僅有的股份也會被我家吞噬 還有 你將會承受巨額的賠償 如果這樣的話 你可以永遠記住我 我願意 喝口氣 這不什 來吃麵 第一副可不能餓一點 謝謝 露露 我覺得 那個路澤珍根本不值得你 更不值得你回家生孩子 趁现在孩子还小 我认识一个妇科主任 你别说这些了 这个孩子我一定要把他生下来的 这么多年 我一直陪在你身边 不管你做什么 我都会陪着你 但是孩子 以后还没再要 黄金 我一直把你当成我最好的朋友 你别跟我说这些了 时间不早了 你早点回去休息吧 好 那我去拿了 我吃面 你把我吃的 你拿去看看 我这边还没开完呢 你拿去吧 要不这样 你告诉我你是哪个班呢 下个是睡的 我去找你藥 你男人多藥 女人多藥 好 師哥再見 霍金我給你介紹一下 這是我為何酥露何珍 這是我先找霍金 你要好了快吃吧 喝點什麼好吃的 謝謝 你想吃什麼呀 我現在真的不知道該是你爸 沒有一個人相過 祝國深造吧 你是一個很優惠的女兒 不應該為我們能力拿 發揮什麼 可是我們以前 我幫你讓你推變成 到底要怎樣 才能明白 我才是真正的女人 ISIL 琉藍 琉藍陸陸你聽我說 我是 为了之前的事情来道歉 对不起 道歉的话就不必了 请陆总以后管好你的东西 回吧 等一下 上次的事情我一定会给你个交代 但是你还记得这个吗 谁呢 你不敢 你敢去叫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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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后 一定会可以完成这份永恒情谈 我来分手 陆陆 我知道 我做了很多你无法原谅的事 但是我还是希望 能和你一起完成这份永恒情谈 就当是 最后的纪念了 好吗 好 但这件事情做完之后 我们两个就互不相欠了 是 大家好 你看 陆泽珍 你这都快三十的人了 你穿成这样 丢不丢人 欲望情单第一下 穿青女装 点像一首 我就凭你过玩这一天 过玩我会 증事 同学,我是戴上商学员的鲁泽震 我看你长得很像我未来女朋友 手机号码存你手机里了 接着打给我 你还记得 什么四层上识的感觉 你怕不是对我一见钟情了吧 你是细经吗 同学 你这裤子太短了 我遵于你未来的男朋友 我遵御学 我是裙子 啊你咱穿的是空 来来来一起一起 严肃 人机 同意哈哈哈哈 喂 找你了 来 哈哈哈 无聊 哈哈 哈哈哈 我 我 哈哈哈 你都会了哎呦 你往前去啊 这不在往前吗 扫腿啊扫腿哪个哪个 是个 不是你别动我来 你来连招对对对 哈哈哈来来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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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一招哇 好久没见你这么开心 那是好保大威朗 好再来一招 来 远航清单最后一下 远航清单都完成了 我们以后不再想见了 好 记得以前 我们还计划过去澳洲看日出呢 可惜现在都完成不了了 完成得了 你以后想做什么 我都可以陪你一起去 我们回不去了 回得去 我会一直等你的 陆总说这话 你的未婚妻不会生气吗 洛洛 订婚的事情 我其实就是在跟你吐气 我怎么可能跟沈若曦订婚呢 你给我点时间 我一定会处理好的 我们还会和从前一样 陆泽贞 为什么一年前在我身边的不是你 为什么一年前你就不能信我一 我应该接 你去接吧 生气 你有什么事吗 泽贞哥 一周之后我们要举行订婚婚礼 婚礼上你还要全网直播宣布和许诺离婚的事实 婚礼取消吧 我不可能给你订婚 取消呀 那恐怕是不行了呢 现在呀 我结婚的消息已经放出去了 你要是毁婚 公司那边 现在谈的几个项目都没有了 还有 我爸那缘的资金呢 你也拿不到了 如果你想让公司倒闭 你和你的家人受牵连的话 可以不订婚 你要想清楚 我有事 冤枉清单也完成了 我们 就这样吧 从此你自有了 莫泽珍 回去好好订婚吧 是啊 我这种活作无理取闹怪了离婚的 又就完没完 骗什么啊 你吃过了好话 虚落 从始至终 我只爱你一个 只是事实 不是一张只能轻易定义的 我知道现在的情况很复杂 但我一定会给你一个满意的未来 你等我 沈若琪 你又要干嘛 以后早晚要住进来 就先买点东西过来了 你要点脸吗 我是不肯定给你 现在拿人家东西给我走 小战哥 你真的要让你的公司回一旦吗 请帖我都已经发出去了 现在会花 到时候公司股票跌了 但是别怪我 好 我答应你 东西今天就先放这吧 我们走 谁啊 哟 终于回来了 你来干什么 怎么 不欢迎我 你不是和泽真哥离婚了吗 我当然要趁热打铁 来告诉我曾经最好的姐妹 我结婚的写讯呢 到时候 你一定要来哦 一个是我前夫 一个是我闺女 这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哪个小三上位是 是啊 是小三 为什么从小到大 你就能得到你想得到的呢 我就不行 我这么努力 我就是要去 好 那我劝你 你最好看紧你的位置 可不要你听被绿了还不知道 我还有事吗 没事请 徐洛 你装什么装呀 怎么是这种一副高高在上的态度 我告诉你 以后啊 睡在泽真哥旁边的 一定是我 早晚是我的人 那你要我怎么样 你让我现在放鞭炮 庆祝我闺蜜帅龙老公吗 啊 再说了 谁笑到最后还不一定 是吗 那我助你笑到最后 和鲁 老鲁 你不能喝酒 走 你回家 我不回去我不回去 我亲 你来了 是不是路贼真 少他算账 你说 为什么我什么都做不好 鲁 老鲁 你很好 我给你算算啊 以前 扶手不好我的家 招人线 现在我还是不能和我爱的人在一起 你孩子 这些人给他一份 家人们 今天我和泽真哥来选婚纱了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我们要订婚了 就在这周五 大家一定要来直播间看哦 徐洛姐姐 你一定在看我和泽真哥的直播吧 其实呢 我最想得到你的祝福了 所以我们两个结婚 你一定要来哦 想得到我的祝福是吧 什么东西 你能吃吧 你坐这 你送了吧你啊 我说我开始你疯了吧 还许罗就算了 你怎么能让他坏春去喝酒 那是你的孩子 从来就没碰 他从来就没碰 孩子就不要你 只要你啊 我说说是我的孩子 我要当爸爸了 你这臭小子还知道回来 谁了 你答应跟沈沟齐这个福里金结婚的 你这怎么了 打架了 这没事 妈 许罗他怀孕了 什么 哈哈哈哈 我有孙子了 算了想好了 有了孩子 就再也不会分开了 多亏我那天 把你们锁起来 儿子啊 你千万不能跟沈家那个胡迪金结婚 妈知道你生不由己 不过你放心 就算公司没了 妈还是有些储蓄的 妈 你放心 我肯定不会去沈若琪的 那你打算怎么做 妈 我有一个计划 这次我一定要用自己的宝石 给许罗一个完美的交道 感谢大家来到沈若曦小姐和鲁泽珍先生的订婚典礼 今天他们将在这里缔结一生的契约 此后他们将相守一生 接下来有请录 等一下 我的祝福都还没送到呢 你找什么急啊 今天是我最好的闺蜜跟我前夫结婚的日子 我特来祝福我的好闺蜜 沈若曦 你终于抢到我曾经的男人了 你高兴吗 我高兴的 都管不及了 接下来到了交换订婚戒指的环节 有请 布泽珍先生为沈若曦女士戴订婚戒指 我不带 布泽珍哥子 你怎么这样对我呢 你不是说要对我负责的吗 布泽珍 你别弄了 你的公司 沈若曦 你修想在我公司的微信 沈若曦 你修想在我公司的微信 沈若曦 你还想狡辩吗 杰珍哥 我哪里做的不对 责罪你了 你告诉我 我一定会改的 可是 你不能英文好人啊 沈若曦 你不去当演员真的是可惜了 我没有证据的话 敢这么说吗 沈若曦 你跟我合作作剧许多出轨 好处我一分不要 都可以给你 没问题的 如希姐 黑眼罩什么的 我最惨了 事到如今 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忘了告诉你 现在发生的一切 都已经直播出来了 我劝你最好的 你真是太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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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乐小姐 愿意再次成为我的妻子吗 和陆泽珍 自始至终 爱的人和想娶的人 都只有你一个 一年前 就是因为我的不坚定 帮助我们分开 现在 我再也不愿意放开你 你再嫁给我一次吗 很好 我wię手 好 有点 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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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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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怎么了 怎么了 我刚刚起来还没看你 我以为你又离开我 傻瓜 老婆 嗯 起前的事情 都怪我 我不愿意相信你 在你一年前最无助的时候 也没有陪在你身边 对不起 对不起 其实 从完成冤枉清单的那一刻 我就不恨你了 我心里一直都有 子珍 我想跟你讲件事 我们 这是我们的孩子 对不对 你怎么 我早就知道 老婆 谢谢你 这是上天赐给我们的礼物 我以后包战 不可让你和汉子 受到任何委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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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这奶茶多不健康啊 你怎么来了 这不是看我宝贝老婆上班辛苦了 你看 我给你带点什么 咱们特地给你爆了鸡汤 一样价实贼高 可比外边那些垃圾食品强不上 抱歉 乐乐以后有我烧骨了 就不麻烦你了 我 我 我 霍卿 你没事吧 我那样什么事 就是 领带劳打不好 你找我 乐乐 你干什么 霍卿他不会打领带 我帮他打一下 你别介意啊 霍总竟然不会打领带 该是找个生活助理 活了 只能给我一个人打领带 陆总的建议 不会特别 哎老婆嗯 你不是说今天要去给咱们摸摸脚书课呢 我我什么 走了走了走了 哎去哪啊 小柯 小柯 刚才 你是不是吃醋了 吃 还不吃 好啊 你不吃醋我就放心了 那以后霍卿如果让我帮他打领带呢 我还是得继续把他打领带呢 你干嘛 我就是吃醋了 那你准备怎么补偿呢 你要我怎么补偿呢 霍卿我真替你感到不值啊 那个许诺都要和别的男人复婚了 你居然成全他们 你是不是男人 沈小姐找我来 就是为了说这个 怎么如果我是你 我一定想办法把他追回来 毕竟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 我们都不希望他们在一起 怎么样 要不要我帮你啊 哥让我谢谢 你还是担心你自己吗 我没事 你 怎么喝这么多 霍卿 霍卿 不是你 哎呀走走走我送你回吧快 小心点 你怎么在这 我就查了个客户 谢谢你送我回家 不然我回去就感冒了 没事 你觉得怎么了 啊我车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帮你看看吧 你看看 好像是电池的问题 正好我要回家 是路 跟你一起回去吧 不用了我大帅回去就行了 都这么晚了不安全 不是说了我们是好朋友吗 哥哥送妹妹回家 应该的 嗯走 走了 走吧 走吧 喂什么事 路总你快看手机 嗯 嗯 要查清楚這件事 還有 不要讓這幾張照片傳出去 到家了謝謝 跟我玩飛機是嗎 等一下嗯 好了 那你叫陽光槍 嗯 不知道咱信 我還沒看過 老公 做什麼好吃的了 嗯 不錯嘛 露露最近有進步啊 露露露 你發什麼瘋呢 你今天做了什麼 你自己心裡清楚 我幹什麼了 露露露 你口口聲聲說相信我愛我 到頭來又因為幾張照片懷疑我 你可不可笑 你要是我親眼看著 你為什麼要讓露露露你回家 他還碰你 你是我老婆 你就不知道跟人往是距離嗎 罷了 我們的緣分 我們對緣分肯定也就到這兒了 你連去見識都沒有嗎 這些照片到底怎麼回事 那天在你們家我們 我們 什麼都沒做 你放心 這件事 我會幫你改變的 你的腦子真的特別嗎 為什麼我跟他在一起就這麼難 我 露露 我覺得既然你跟陸在這沒有緣分 那就不要再繼續堅持了 別這樣 我 我有個問題想問你 我一直把你當成最好的朋友 我 你不是那麼想 好朋友 你覺得我一直都只是把你當好朋友嗎 你覺得我一直都只是把你當好朋友嗎 我送你出國留學 陪你度過人生中最黑暗的日子 那一年 你也一定對 都沒有愛的 現在腦子真的特別亂 不要跟我講這些 還有 就算我跟陸子真一輩子都沒可能 我跟你 也只能是跑 是 這輩子 你也別想跟陸子真在 許主啊 我只能來張女方嗎 快救救陸總 什麼事這麼著急 陸總被警察抓了 警察 怎麼可能 來的是經濟班隊科 好像懷疑陸總有漏稅的嫌疑 這樣 你先通知財務 把上個機組的賬單給我 我核對一下 好 還有 通知新媒體部和公關部召開緊急會議 馬上召開緊急會議 喂 鄭律師 你幫我查點事兒 怎麼來看我笑話的 你也看到了 我現在什麼都沒有了 陸子真現在有危險 這是公司前三個記者的財務報表 我找律師核對過了 這三個月 每個月都有一筆慈善基金款項的支出 而最筆支出 並沒有指出具體的內容和地點 可見做假賬的人有多麼硬 你回我說什麼呢 若曦 稅務局現在已經掌握公司做假賬漏稅的事實了 你還想抵賴嗎 公有什麼關係 怎麼 你害我害的還不夠慘嗎 陸子真現在在公安局 警察很快就知道做假賬的人是你 若曦 長大 你明明可以找到彼此相愛的人 為什麼一定要跟一個不愛你的人在一起呢 他甘願輪為他的賺錢工具 和這種得不到的愛情相比 你的前途就一點都不重要嗎 你別再說了 你就是和我搶貞珍對不對 若熙你一定會找到真正愛你的人 我跟貞珍也永遠是你的好朋友 咱們還沒有可能從前 徐駱 你是不是以為只有你愛陸澤珍啊 你知道嗎 我喜歡了陸澤珍十年 從綱中開始 我們就是一個班 上大學 我就默默地陪在他身邊 陪他創業 為了他 我甚至劃光了我所有的青春 澤珍哥 你想考哪個大學啊 你學習成為這麼好 我還沒想過他 徐駱 你怎麼考慮大學 我可以考上學啊 那 我也考上學吧 德珍 要是我和你去同一所大學 你會喜歡我嗎 我以為 我一直會在他的身邊 他總有一天會喜歡上我 可是 你出現了 作為我最好的閨蜜 你怎麼能和我喜歡十年的人在一起呢 我喜歡的陸澤珍是你 和他喜歡的人 一直都是你 我都不知道 你喜歡的責任這麼久 直到昨天你告訴我的那一切 其實我早就知道你喜歡陸澤珍 我甚至想過要退出 我才發現 我喜歡他了十年 卻也讓他痛苦了十年 少許 這不是 或許 現在我該放手了 儘管我們回不到同鄉 但我好像 知道什麼是愛了 所以我願望 不只是因為我是無憂 我要證明 我比你更愛陸澤珍 還要 或許沒有你想像的那麼簡單 有些秘密 在我電腦裡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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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曲 李宗盛 这个是什么呀 这就不知道了吧 这是我的秘密 秘密 连我都不能知道 不会是情书吧 好了好了 告诉你了 这里面是我们的照片 以后呢 我们每次出去玩 都拍好多好多照片放进去 哦 你的意思是说 以后你每次出去 都想跟我一起 嗯 我们不是说要做一辈子好闺女 周游世界吗 一辈子 你一辈子跟我在一起 你不嫁人了你 不嫁就不嫁了 娘 怎么嫌弃我 不暇气 饭气 哎 你不是 我只是 我 我 我 哈哈哈 公子 公子 你是說 讓小白臉去勾引許諾 拍他們的不雅照 恐怕 許諾不一定會上當 你們不是閨蜜嗎 把他灌醉了 想拍什麼拍什麼 但這樣 恐怕會毀了許諾的清白 或將 你想得到陸瑟珍 我想得到許諾 我們各取所需 放心吧 等這件事情發酵之後 我和全許諾出國一段時間 回來之後恐怕你跟陸瑟珍已經生命出身受犯了 到那時候他也沒什麼辦法 只能乖乖待在我手裡 夢幻 好吧 火星 我以為你是我最親近的人 你想到算計我最深的卻是你 你 還媽怎麼了 怎麼了 洛洛 昨天沒回家 他是去找你了嗎 他還沒回家嗎 媽你現在趕緊報警啊 哦 生年 Biltam 生年 老大 聊都可以說 快去 子晨你打了老公 露露 到底還是放不下那個血露的 沒想到一直都是你在搞過 你為什麼要這麼對我啊 為什麼 直接讓路澤真看錯是沒搶錯的 這一切 快點 快點 我哥 我姐我你我兄弟你把他放了 你我做什麼都可以我給你了 放了 我兄弟 別聽我 哎 你什麼樣 你什麼樣 我跟你說過很多次 那個路在這裡更不合適的年 你不是說只要我放了他 讓你做什麼都可以嗎 你別逼我 一年前你就已經錯過一次了你為什麼現在還有一錯再錯 一年前 一年前 一年前路澤真那樣對你 我以為你會恨他 我把你做出來那麼多 你會悶悶的愛上我 結果你還是睡著就算是 我到底哪裡比得強 哎 不要讓他付出代價 真是 我 你沒事吧 我姐 我早就知道你有問題 所以將計就計演了這齣戲 我已經報停了 立即無處可拋了 他疼吗 那我信你 我没想到霍勤会做这种事 不过他也挺可怜的 他这么做都是因为我 罗罗这怎么能怪你呢 这也不是我们能想象得到的事 这些年我一直误会你 做了很多伤害你的事 你会原谅我吗 我早就已经原谅你了 我发誓 我以后一定好好补偿你 让我们再办一次活力 我要让你做世界上最幸福的新娘 回国以后我们已经办过一次了 那就再办一次再办十次 我要让你每一年都做新娘 你干嘛疼 后来我才明白爱是力量 强大到义无反护 强大到至死不渝 爱也是软肋 卑微到患得患失 卑微到化缩尘埃 我们曾一次次的爱上 一次次的失望 一次次的成长 一次次的失 我们还在路上 我们还会再爱 请不吝点赞 постав